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微卜星托管项目中的一员 我现在是在第一的阶段被爆灯学院录取 好的 那爆灯学院我们知道是非常著名的文理学院 它也在美国的文理学院排名前三 我们非常的恭喜这也能够被作出学校所录取 谢谢 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文理学院来作为自己的目标呢 首先我想当时在选校的时候我就想去选一些稍微规模较小的学校 比如说我申请上的爆灯学院它基本上是1800个学生每年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会是一个lecture的形式 而更多的是一个discussion 这样的话每个同学可以把自己的背景都带入到我们课堂的讨论上去 我觉得这样会让我学习的更加有效率 和同学之间的联系和老师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更加的密切 那如果我们在申请文理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它和其他的一般的私立公立大学的身体上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很多顶尖的文理学院不一定会要求学生提供 比如说托福SAT的成绩 比如说我申请的爆灯学院它就是你可以提交也可以不提交 就是在它的整个回顾学生申请材料的过程当中 这种硬性的考试成绩并不会放在它的第一梯队去考虑 反而文理学院会更加注重于一个学生整体的情况或者它的文书 我觉得这个就是同学们在准备不同大学申请的时候需要注重的一点 我觉得在文理学院的申请上面就要更多的去 就是注意自己的文书是怎么写的 或者注意自己平时课外活动有什么要highlight的 OK 非常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知道您在申请学校的前期有进行过一个仿校 那我们非常想知道仿校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你的择校 以及后来的申请有什么对你有带来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想讲一下仿校对我个人的影响 就是仿校其实也是我一个去确定我申请梯队的一个方式 我去真正看到这个学校体会到了这个学校的人文 以及听到他的招生官说 来谈谈论他们的学校之后 我就会更加的确定 我说我是想 比如说ED这个学校 还是把这个学校就放在普通申请 像对于报灯来说我就是访过校 然后我甚至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 是他们的overnight program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真正的从他们的学生嘴里面 听到报灯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还有就是特别是对于申请文理学院的同学来说 访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一年的学生就这么一点 如果你去访校 甚至给他们招生官留下印象的话 会对我们的申请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建议对广大的学生和家长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在等待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 给你的心态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需要所有学生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 因为就算在提前申请当中 我们并没有申请到自己 并没有收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也并不是一件 需要丧气或者需要灰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提前申请 然后呢会有也会有普通申请 那我觉得在普通事情当中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学校等待着我们去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心态固然是重要的 也千万不要因为一所学校 并没有录取女就灰心 非常感谢王晴宜今天跟大家做的分享 那么我们都知道文理学院 其实在广大的学生家长心中 还是具有一定的陌生感 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对我们的同学和家长能够起到一个 对文理学院更加了解的一个作用 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高大上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